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各位Manson Wino的讀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天阮金天 七夕 七夕 七夕今年 因為以前都被嫌說這個 比較沒有這個 這個 比較 比較沒有 這種比較有創意的過節方法 所以今年的七夕情人節的話 應該會想辦法給她一點驚喜吧 但是現在 目前為止 具體的還沒有想到 可是可以確定的是 情人節應該會想要兩個人非常安靜的過 因為以前的這種節日啊 通常都約了一群朋友 然後約了一群朋友的話 其實往往就會 比較少那種 講那種真正心底話的機會 希望今年的青年節可以有 可以有創造出這樣的機會 希望今年的青年節可以有 可以有創造出這樣的機會 提供就會很高的 請客